过去被视为绝症的艾滋病,近来已找到有效治疗方式,让患者有效控制病情。 而在2007年全球第一位被治愈的艾滋病感染者后,相隔12年,又有一位艾滋病英国男子被治愈, 已经三年都在其体内找不到病毒,成为第二例治愈病例。 科学家表示,这两人所接受的治疗方式是骨髓骨髓干细胞移植,并无法适用所有的感染者, 但仍然为新疗法带来了一线希望,尽情锁定周日晚间六点国语一台以及无限三台的天下纵横潭, 全球第二例干细胞移植,治艾滋病。